為了要讓我們第一處來辦貨車的民眾可以更方便快速 現在中央跟市府合作從11號開始 是來推出了在國內的貨車事務所 就能夠收拼新辦貨車的服務 先說檢測往來的分泊還有時間 帶來更方便的生活 最近像民眾市府要來辦貨車都要到外交部 也就是說全台灣基町的市業辦公室來請主辦理 相當的融會時間和路程 現在市府跟中央配合 推出了在國內的貨車事務所 可以完成新辦的出秀的貨車事務所 每年的出國人是高達五、六百萬人以上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服務 如果說對於護照的申辦 以及將來機場的入住境 我覺得其實都是非常非常的便明 所以我想節省民眾的舟車勞頓 節省民眾的時間浪費 也節省一些紙本公文的傳輸 我覺得其實這樣子可以大大的提升行政效率 也可以節省民眾的許多的成本 從貨車事務所開始要修除行政貨車的民眾 只要準備好既定的東西 可以到貨車事務所 一次來完成所有的行政貨程 立大佑在那邊的工作以後 可以成功來收到貨車 我們用一個概念就是用網路取代馬路 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以後民眾不用說為了辦一個護照 這個要跑到我們外交部 以及我們這個中部 雲嘉蘭 現在這個南部辦公室不用跑去 在你附近的這個貨車事務所就可以辦 要辦呢 我這邊再特別提醒一下 就是說 這個要記得期待國民身分證 還有這個副照用的這個照片 這個照片比較容易出問題 就是說因為我們這個照片是國際規格 以及這個未滿18歲啊 還有這個未滿10歲需要代理人陪同等等 應該是很簡單 新的服務不只是為我們的生活 帶來更多便利 也是一次看機關的優秀合作 也在其他民眾的檔角度利用 記者克家民市政府才訪報到 我們本來這裡的照片